是田螺的季节又到了 今天就要朋友们做腊炒田螺 这种土干净简讯尾巴的田螺 现在已经卖到9块钱一斤了 再买一点四鸡豆 中午做个四鸡豆烧肉 这种河下马上就要下市了 今天碰到的就多买一些 来大客户 我们先来做四鸡豆烧肉 五花肉给它先切成厚片 再改刀切成这样的肉条 四鸡豆栽好洗干净备用 锅中少许底油 先来下入五花肉煸炒 用中火慢炒 炒出五花肉的油脂 炒出来的猪油太多了 咬出去一些 不然吃起来太腻了 然后加上葱姜蒜 干辣椒和一个八角 淋上黄酒和生抽 呛出香味 然后直接下入四鸡豆 四鸡豆不用焯水了 我们直接下锅炒 让豆角和肉一起炒一会 因为四鸡豆不容易入味 我们提前把盐和白糖加好 然后就一直炒 把豆汁炒软 四鸡豆炒软之后 再加上清水 颜色淡了 加点脑车上色 盖上盖 用小火焖上15分钟 解盖了之后 开大火收汁 汤汁也不要收得太干了 这样这样就可以了 出锅前放上拍碎的大蒜和青辣椒 增鲜体味 好了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接着来做炒螺丝 锅中水开 下入天罗 焯下水 等到水再次焯开 捞出备用 炒锅中加上猪油 先来爆香花椒 再放上葱姜蒜 干辣椒 八角和桂皮 炒香了之后 加上一勺鲜辣酱 一勺干锅酱 当然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 放上豆瓣酱黄豆酱都可以 用中火炒香 炒出酱色 然后填螺回锅 沿着锅边 淋上高度的白酒和生抽 借助锅边的高温 炒出锅气 然后加上一瓶啤酒 调味放上盐 白糖 白胡椒粉 鸡精 盖上盖 中火焖上七到八分钟 解盖了之后 大火收汁 出锅之前 撒上青蒜叶和花椒油 一道香腊猪味的腊炒螺丝 就做好了 虾米买了很多 我们用袋子给它分装 今天先来炒一份 剩下来给它冻起来 以后慢慢吃 最后又炒了一道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